如果有机会能够学习 从实相来探照 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 有没有偏离实相 实际在发生的状况 那这样才有办法 把我们的心 把我们的心调到一个 真正正确的位置 那如果说 像刚刚这位同学讲的 如果从因缘观来看的时候 可能很多事情都 不再是那么值得去抓取 然后值得去计较 甚至如果从因缘观来看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你根本抓不到什么 因此你的心就会很自觉性地 安住在一种 无所抓取的这样的一种 心灵上面的领悟上面 对于生命因缘与 对因缘观的这种了解 然后自己心里头 产生这样的一种真知灼见 所以清楚地看到说 所有经验到的这些生命现象 刚讲了 对不对 这位同学讲说 他不知道说 六根六处六四是什么 对不对 其实你经验到的 就是这些而已 六根就是我们 眼耳鼻子的生意根 眼睛的功能 耳朵 鼻子 嘴巴 舌头 舌根 然后你的身体的 整个说生的这个神经 然后接触到这些色身相味处 然后你就会生起 你看有时候情绪的反应 苦受热受 不苦不乐受 对不对 那你会在境界当中 生起一些想法 这是好听的声音 这是好闻的味道 这是好看的颜色 这个就已经是想 那你会觉得 对他有这些 那个思考跟认定之后 你就会产生一个 意志性的那个冲动 我要这个 这个我不要 这个就是受想型 那对这整个 眼耳鼻舌身 触到色身相味触法的觉知 这个叫做觉知 这个就是识 然后这个识 又会因缘于 你的触到之后 生起这些受想型 内在的心理精神的这些经验 你也会对他产生觉知 你才会说 那我现在觉得 舒服不舒服 然后我认为他什么样子 那你看你就会产生这些 意志性的这些冲动 那当这些冲动 你又产生的时候 你看你的心 我们说你的意志 又会知道 你就会知道它 那知道那你会发现说 你如果不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清楚当下发生的 这个生命的实况 你就会变成在一种 我们在佛法里头就说 你就会变成在一种 无名的状态 然后如果说无名的状态 这个不太容易了解 你就变成这样 你就会不断地陷入自己 过去的习惯性的反应模式里面 有没有 这就是习气 然后你就会陷入过去 这种习惯性的反应模式当中 然后又在原本是当下的事情 那你没有如实觉知到 当下的这样 这个发生的整个因缘的条件 完全会完全根据 自己的过去的这种反应模式 直接就又投射出来 所以就会变成怎么样 会一直活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对不对 那所以如果说你看 如果不清楚说 到底生命是什么样在发生的 其实就会过在一种 活在一种好像那个 我们说那个梦里面 因为你不清楚 生命怎么样在发生 所以你以为它是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它不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我们这样问 你看你的生命经验是什么 你的生命经验是什么 你的死命经验是什么 你觉得 对 怎么会很难呢 想一下我这样问 其实我以前有讲过 你看我们生命经验 其实就是我们经验到的 身心现象 对不对 我们说设法的心理的 生理的现象 跟精神经理的现象 就是身心现象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之外的 你会不会经验到 这个之外的现象 太好 有没有 对不对 你觉得呢 我说那个小姐 你叫什么名字 那 是法友你觉得呢 对 所以我 对所以我刚刚说 你经验到的 你的生命经验 是不是就是你经验到的生命 所以你不会去经验到你的经验以外的生命 对不对 那你的生命经验 其实你经验到的就是身心经验 不管说是来自于 我们等一下再说 对不对 那你看那你这些身心经验 它怎么产生 你要有什么样 对于外界的这种讯息的接受的器官 所以在佛法里头叫做 六入出 对不对 进来的所在 讯息进来的地方 这其实这就是六根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经验到的生命 一定是透过我们的 什么样 所谓的六根 接触到六种沉浸 对不对 设身相会触法 然后呢 对它产生觉知 因此呢 升起感受 想法 意志性的冲动 然后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 觉知升起的这些身心现象 而不断的持续性的做反应 对不对 那差别只是在哪个地方呢 有时候 比如说 这时候我们眼睛在听 不然那个眼睛在看 那随着眼睛而升起的这个身心觉受呢 它在做反应 但是突然又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冲进来 这时候的身心的这种反应的现象呢 它变成转 它这个地方我们的是没有再去对它做觉知 就转到 比如说转到对于深层的借助上面 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说 其实我们是不断的借由六根 然后呢 对于整个存在的内在 内外的环境跟状态呢 不断在做反应跟回馈 所以佛陀讲了一句话叫做 一因相续 不同的色受想形式 这个等于说身心经验 不断的在流转 不断的在流转 那不断的在流转 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好不好 不知道意思 它不会自己转 它不会自己转 那你看从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 生命经验一定是当下的 那当下的什么呢 你来自于当下的六根 处六沉浸 升起六四 然后呢 随着升起受想师 然后在这边呢 等于说不断的在这边反应而已 这就是生命经验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其他的 想清楚 想清楚 这个地方如果 如果你真的都看清楚了 就会怎么样呢 我们如果借用晚吉佛教的一种说法 你就不会再去心外求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很清楚地看到 你的痛苦烦恼呢 没有在你的 等于说在你的这些十八戒外面 我先借有这个名字 十八戒在佛法里头就叫做六根 六根嘛 然后呢 接触到六成进 六禅或者六进 然后呢 六四 那这个四里头就包含着 等于说这些精神心理活动了 等于说 这个叫做十八戒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的痛苦烦恼呢 没有在你 没有在你的身心范围之外 这会很困难了解 你的痛苦烦恼 你有没有在你的身心范围之外 你的身心范围之外 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对不对 好了 那再回来 那是什么样的因缘 有没有 让这种痛苦烦恼生起 是不是一定是 六根 处六成进 生六四 受想师 有没有 都是在自己的身心活动范围里面 对不对 是不是 确定吗 可以确定吗 所以别人 或者说 比如说天气不好 下雨或者大太阳 你看这是外成进 对不对 你看到的人 或者你听到的这种声音 或者说你身体觉住到的这整个气候的变化 你看透过你的 看到是透过耳根 听到是透过 看到是透过眼根 听到是透过耳根 觉住到这个天气的变化 有没有 冷暖 这类种种 是透过你的身根 身体的这些神经处 有没有 皮肤上面的这些处 那它产生 你觉得合一或者不合一 有没有 合一的时候呢 你觉得状况好像不错 不合一呢 你看 你就有点不舒服了 有没有 那合一的这个感受 跟不合一的感受 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 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 我们大略这样分 有没有 它不是在那个人 或者不是在天气 对不对 是透过这个天气 或者透过那个 你接触到那个人 它形成了什么 我们的情绪反应 你看这是你的心灵的现象 那如果说你对于 接触到这样的经验 那你很不高兴 就痛苦了 对不对 那痛苦会在外面 还是在里面 对呀 好了 那这样就很清楚了 不是吗 这样就很清楚了 你就去看到说 如果你真正去看到说 所有的生命经验 你其实静静观察 就会知道了 没有身心范围之外的经验 你经验不到那些东西 那你经验到的身心经验 都是一定是透过你的六根 接触六沉浸 升起六四 而形成的受想形式 不断的这样变化的状态 而再注意一点 这个状态永远不会停止 对不对 注意看 现在我们眼睛在看 那你会发现 你眼睛在看 就会隐身 眼视受想师 你看在这边转 那你眼睛没在看 可能马上变成耳朵在听 那耳朵又会隐身 你的身心现象的 透过听来的 这个深沉 你觉知 又会引起怎么样 你的整个身心的反应 那你可能没在看 没在听了 突然怎么样 进入你自己的这种 比如说你的妄想里面 你看你就在里面转 有没有 你的意根又接触这个法层 就是想念头 有没有 那你觉得说 那我总是睡觉的时候 可以停止 你会发现也是没有 睡觉的时候会进入梦里头 甚至你做梦都不知道 有没有 这样看到吗 所以等于是说 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吗 你看 我们的生命经验 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 这个特殊的现象怎么样呢 它像一条没有办法被截断的流 河水 河流 它一直在流淌 它一直在流动 它一直在流动 有没有 有时候透过眼根而来的 异音相续 有时候透过鼻根而来的异音相续 有时候透过眼根 有时候透过异根 它一直在那边流 那所以你看 如果心灵里面 没有自己 我们说 那叫做照见 用清澈的法眼 去照见这个生命的这个实相 你就会以为怎么样 这眼睛是我的 眼睛是我的 感受是我的 或者说你会觉得身体是你的 或者说你会觉得这是我的手 这是我的眼 这是我的耳 这是我的鼻 然后这是我的人 这是我的境界 这是我的什么东西 叫这个意思吗 那你看你如果注意去观察 从我们接触的经验上面 你就看到说 它是一个不断随着各种因缘条件 我们说不断原生 所以它不断流动 不断变化的这样的一种 在很复杂的 其实它真的是很复杂 各个层面的条件底下 不断隐身的身心现象 而升起的身心现象 又会影响到 马上又会影响 接下来的变化 所以它是一个 没有办法忠实的 除非你怎么样呢 除非你真正洞察到这一点 这个意思是什么 比如你看 我们随时是受到内外环境 跟对环境的接触 所形成的心意 我们说心意识的心理经验的反应 不断在受这些东西在影响 内外环境跟触到环境之后 所形成的心意识的反应 有没有 它会不断的变化 比如说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你看 我们现在吸气 你觉得在吸气的过程 身体的状态有没有改变 你看你觉知到你 你这个透过吸气 觉知到你的身体 你看 它还没有吸完气 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就一直在变化 那好了 那停在这个地方又吐气 它又整个又变化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其实 我们看起来一种 好像是孤立 比如说跟我这样 这样动一个手指头 其实 它这样动本身 它就已经改变了 全身的脉冲的状态 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你再看 吸气进来 有没有改变这里头的空气的密度 氧分子被改变 土聚出去二氧化碳 这里头整个空气的这种 我们说它那个密度比例 一直在做变化 一直在做变化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又有一个人进来 你看这边它又会变化 一个人出去这边又不同 那我如果讲话很大声 然后刺激了你们的情绪 然后你们的心脏的搏动会增加 速度会增加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需要的氧气量会增加 排出去的二氧化碳会增加 它又整个改变 知道吗 不是这样吗 整个实际的发生状况 不是这样在发生吗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吗 是不是 这样可以感觉吗 可以感觉吗 所以它都是在一种 我们在那个哲学上面 有一个叫做 一般把他换作叫做怀德海 他是20世纪中期左右的一个科学哲学家 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 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叫做过程就是实在 The process is the reality 其实这在说什么呢 没有固定的 没有那个不变的实在 而是怎么样 其实都是过程 比如说这什么意思呢 你们看一条河 你看它好像是一条河 比如说 你看它好像是 好像就是一条河 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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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动的河 有没有 但你要发现 光你用这个字的时候 你注意去看 就会有点 就会有点玄机 河面很平静 但是它一直在流动 过程就是呈现出来的实在 所以实在的实相 没有这个实在的固定 很长不变的像 它就只是不断原生变化的过程 是不是这样 生命是不是这样 生命是不是这样 你要去把它看清楚 你看我们说 身心尖尖像真的是这个样子 不要说一呼一吸 对不对 你会发现说 在你吸气吸气 一直吸吸气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 它都整个都已经 一直在变化了 土气土气土气 土气土气 有没有 在你还没有土静的时候 这整个身体里头的 那个能量 然后血液的这种 我们说这种脉冲的状态 心脏跟这整个的气脉 它整个互动的那个状态 它都不一样 它都不一样 是不是这个样子 把它看清楚 那所以你就看到什么事情呢 你看 我们现在往前这样看 那你不用很用力 你现在就一样看着 那你看你注意 把注意力放在你的眼球上面 你会不会感觉 眼球的那个压力 对不对 有脏 然后呢 会动 然后有点湿湿的那种感觉 那是不是随时都不一样 都在变化 它是不是一直都在变化 那你注意你的耳末 怎么转到耳末 有没有 它有 我现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会感觉到 你的眼球 它有一个片刻是静止不变的吗 感觉得到那种状态吗 没有嘛 那耳末 有没有 你发现它都有一种冲力在那边 有一种压力 有没有 那它不断的在那边震动 然后你的鼻根 鼻腔粘膜 进去那里 进去一点 有没有 然后你看你 这样可以吗 感觉出来吗 感觉对不对 那你看你的舌根 整个周围 你的 你的这些味蕾 这些味神经的部分 味觉神经的部分 那身体更明显 身体就很明显 有没有 为什么身体很明显 因为它心脏在这边 波动很明显 很粗 其实很粗 那再加上 你看这是属于心脏的波动 然后再加上呼吸 肺 气进来 等于说血液的这种脉冲 跟血管 血管壁 它的这种 形成的这种脉冲 跟我们知道说 透过这个 呼吸 里头进来的这个气 在筋肉里面 所形成的那个气的脉冲 然后在这样的状态 你看跟我们硬的部分 叫骨头的部分 然后肌肉 皮肤 它所形成的这整体 有一个中研究院 有一个 一个那个算是 算是 好像是物理学家 名字我忘记了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好像 共振的乐章 他用这个名字非常好 他说身体本身就是一个 共振的系统 共振之处 你看他这是不断在共振 由心脏的脉冲 跟呼吸 跟那个筋肉 等于说 我们说24条气脉的这些 整个的状态 你看他不断的在变化 你会觉得说 心脏这时候膨胀 然后 缩缩 在膨胀之后 跟在缩缩之后 或者在膨胀的过程 跟在缩缩的过程 会有一刻是一样的吗 会吗 这样清楚吗 生命就是这样 它一直在流 一直在流 一直在流动 一直在流动 而在一直在流动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会看到它什么呢 它就是随着 比如身体里面 我们说四大的比率 有四大的比率的问题 就是所谓生根 然后形成我们对于 这形成的身体的 这种觉处上面的反应 这个叫做促缠 或者促进 那对这样的状态 觉知 这叫做身世 六世里头的身世 但是你看我们 你如果这样仔细 对不对 方式像这样 对不对 在完全没有任何 脑袋的预设的前提底下 直接去观察 直接去感觉 你看这就是生命 它都是怎么样呢 随着六根 住六尘 生起受想失 而在这个状态 又不断的住 不断的受想失 然后不断的变化 所以佛陀总结 叫做一因相续的过程 就是我们说五受因 五因不断生起 不断变化的过程 有身体的现象 我们先这样讲 色因叫身体的现象 对不对 色的现象 先这样讲 然后感受的现象 然后想法的现象 然后意志冲动的现象 然后觉知的现象 不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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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而你为什么会知道 这些不断在变化呢 是透过 是透过 因为这个生命体 有它对于境界的那种接收器 就是六入处 所以你能够觉知 觉知之后 又不断的做反应 做反应之后 又不断的觉知 觉知之后 又不断的做反应 整个生命 它一直是在一个 我们说 没有办法止息下来的 一个动态的历程里面 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历程 一个动态的身心历程 对不对 在这件事情 有没有怀疑 那你看 如果你对于生命 这实际的生命 在发生的这种状态 有这样的领会 知道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各种因缘条件 然后在这种因缘条件底下 不断生起 生起之后 又不断的改变了因缘条件 然后因缘条件 不断被改变 所以它又不断的所谓的状态的变化 然后不断的又影响 本来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的 那个因缘条件 有没有 又被变化 这样的条件 比如说你看 我现在有点口渴 对不对 我现在有点口渴 那我现在拿起这样的杯子 其实光这整个过程 跟我原本口渴 然后想要拿杯子的过程 都已经不一样了 不是吗 对不对 这样很清楚吗 那我现在有渴的感觉 所以我喝水 那你看 我原本渴的这个感觉 当我喝水下去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不是就被破坏了 被我们说被改变了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因为渴 所以我要喝水 所以这个渴 因缘与这个喝水 它就被破坏了 对不对 那我在喝水的这个当下 因为是不是就越来越不渴了 那越来越不渴的时候 我就会怎么样 把喝水的这个动作 喝水的这个现象 是不是又被破坏了 因为就不用喝了 那你看不看 是不是这样子 想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生命它不断地在这边变化 再看 你看像我们吸气 对不对 气堵进了 对不对 因为没气了 所以要吸气 你看你光 让气一点点进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原本 很需要吸气的那个压力 它就不见了 有没有 那你看 所以吸气 它就本身就破坏了 吸气的现象 发生的因缘了 因为没有气 所以要吸气 对不对 那你有气之后呢 需要吸气的这个需要 是不是就一直降低了 是不是这样 那那个吸气 一直吸气 本来是吸的这种现象 到时候你看你饱了 吸气的现象 在这个时候就怎么样 你就停止它 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被迫变成怎么样 又要吐气出去 那你看你在吐气出去的过程当中 一直吐气 一直吐气 对不对 你的吐气的光一开始吐气 就本身就又已经破坏了 吐气当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那个因缘 有没有 那个需要吐气的压力 它就一直降低 一直降低 一直降低 一直降低了 不是吗 你看那吐气的这整个现象 又被完全破坏了 对不对 然后到时候你又怎么样 又吐气 吐气 知道吗 但是我现在问一个问题是 比如说 吸气的现象的发生 然后吸气变成吐气 是吸气它完全灭了之后 才有吐气的现象发生 还是在吸气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怎么样 就已经怎么样 破坏了吸气的现象 而且怎么样 在制造吐气的因缘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生命它其实 是一种 这边其实真的是很难讲 就是说有时候 在文字上面真的很难讲 因为你在吸气的 我们表面上看是一个 吸气的过程 但是你看 你在光开始吸气的现象发生 它不只影响你的肺炎 它是影响你的全身里头的 我们说从这个气的现象来看 它是影响到你全身的 这个氧分子跟二氧化碳的比率 那你氧分子跟二氧化碳的比率 会影响到你整个怎么样 你里头血液里头的 那个含氧量 那你血液里头的含氧量 它会影响到你整个心脏的 那个博动的问题 那你整个心脏博动的问题 又会影响到你这个血液 在你的血液里头的脉冲 那你这影响到你血液里头的脉冲 影响到输送 然后你看它又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本来以为说 感觉到那种所谓的局部的现象 其实它不是局部的 那是因为我们意识注意的焦点 那个focus 看这样而已 看这样你就叫是以为它是孤立的 吸气只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不是 吸气从开始 从一开始 然后到吸气的结束 到转成吐气 然后到吐气的结束 这样的循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 你看它整个全身的系统都被改变 都一直在改变当中 这样对不对 那你看你在这样一呼一吸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改变了整个外在的 外在的所谓的四大的这种比例 有没有 那你认为 你看 你看 你认为说 有一个好像固定的永恒的恒常不变的我 你看得出来吗 这样能感觉出来吗 这样能感觉出来吗 有实际的 有没有 不断在原生的 不断在变化的 这整个的 我们等说 意识觉知到的这些 内外的这些身心现象的这样的这些变化 但是你看到它都是怎么样 随因缘而生 随因缘而变 它因为随因缘而生 随因缘而变 所以它会怎么样 它这个在佛陀里头就叫做坏法 会坏起 所以它怎么样 它是无常的 所以你看 你就知道 所以这个眼球不会是我 也不会是我的 知道了吗 在这个身体 不会是我 也不会是我的 所以随着这个身心的状态 然后接触到境界 而不断地原生起来的 这个身心状态 它是怎么样 它就只是状态 而状态是不断在变动当中的 我们的错觉就是差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条河 如果它流得非常快 然后那个表面上 没有风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它是静静的河 这就是错觉 因为速度太快了 它世上都在变化 它世上一直在变化 但是我们会以为它是静止的河水 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也是这样 整个生命经验不就是这样吗 那你如果说 通过这样的一种 我们不要说用那种很玄秘的话 这个叫做残观 其实这就是残观的 什么意思 因为你如实地觉知到自己当下的生命经验的发生的实相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这个就是佛陀所说的无常 所以整个身心经验 它是一种原生而不断变化的这种现象 所以怎么样 你就知道这个叫无我 无常不断败坏 所以它怎么样 无我 所以这整个身心经验都怎么样 都不是我的 不是我所能拥有的 它只是我们用世间的字眼 内外的各种因缘条件 不断原生变化的立场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切进去 你就会看到什么 这个就是原生法 那你透过真的去如实正见 有没有 我们这几个礼拜就讲正见缘起 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理则 透过这种缘起而原生的这种现象 所以你会怎么样呢 就剩下一件事情 只有剩下一件事情 你就会很清楚说 那在这样的一种生命实际在发生的历程里面 这样的现象上面 它是一种永不歇止的这样的一种流动 那所以如果一个人 他不如实之见这样的生命实相 他就会陷入什么 他会觉得说 眼球是我的 眼根是我的 身体是我的 对不对 然后这些是我的感受 是我的情绪 是我的想法 那你太对不起我了 有没有 你就会陷入很强的 我们说那这种无名的这种我见里面 那你看你不自觉的 在这种不如实之 这种实际在发生的原生的这样的生命实相 有没有 不知道它是原生的 所以你不会领会到这个叫做无常 这个叫做不断败化的现象 不知道有现象在发生 但是它是无我 无我所的 对不对 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有没有 是不是 不知道这件事情 在佛法里头就叫做无名 无名我们就说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不知 而且就是无知 那你无知了 所以你看你就会在这种生命经验当中 不断的会怎么样 会去染灶 会染掉 有没有 我们说会贪爱这些身心现象 那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当下里头 你看你那种会不自觉的生起 说对于这些身心现象的那种 想要去强烈的掌控 跟主宰 这个在佛法里头就以为有我叫做行 你叫是有一个我 叫是一个我 所以就有这种强烈的执取 这就是我执就产生 那你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 你看我们会不断的 随着这个强烈的我执 然后六根是不是继续在接触境界 那六根继续在接触境界 我们又会以为说 我建设我在眼根 然后我在世 我在这些受想形式里面 有没有 这样听 其实这个很深 在整个西方哲学上面 这一点破不了 那天那个随佛事物也有大略提一下 在整个西方哲学的探索上面 就像我们一般 我直接这样讲好了 会一直都有个 你看 我们会有一个 自己跟外面的这种分别感 有没有 不管你要不要 不管你要不要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 有一个我 外面是一个世界 我之外是世界 有一个我 但是外面是一个世界 所以你经验到的 你会这样说 是我经验到的世界 我经验到的这个世界 等于说一直都会有这种 自我跟世界的这种分裂 这个叫做二元对立 所以西方哲学里头 它一直没有办法 突破这个自我意识 你说那这个自我意识 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这样 有人讲 有人开亚当的玩笑 本来他在天堂的时候 事实上因为他没有自我意识 才叫做天堂 才叫做异甸园 那他为什么会被逐出异甸园呢 因为他在那边做分类跟比较 所以这个叫做知识之果 什么意思呢 他想说 这些绿色的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树 然后这些会动的 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动物 在这个动物里面长得这个样子 叫做狮子 长得那个样子叫做蛇 分类 那这个样子的叫做石头 然后这个样子叫做花 然后分类开来之后 就怎么 这个我比较喜欢 那个我比较不喜欢 有没有 你觉得吗 脑袋 不断的分类 想 不断的记 所以佛所说 是者为想 是者为志 这就是分类的作用 你看不断分类 不断分类到最后是 你有看到一件事情什么 他们是他们 有没有 我是我 然后到最后变成是 所有天下万物 有没有 都是透过我的脑袋 跟他分类 构设定位起来的 所以怎么样 我是世界的中心 看到没有 跟上帝差不多了 看到没有 其实 这样清楚吗 你看 所以你的那个 所谓的自我意识 它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的脑袋里面 我们的脑袋里面 其实都是概念 其实都是概念 分类而来的概念 这种感觉叫做爱 这种感觉叫做恨 有没有 但是呢 其实那种感觉 当下就不见了 那种感觉 当下就过去 为什么 因为你们现在知道 不是吗 它是因缘与当下的意根 比如说爱的时候 触到那样的一个境界 产生喜受 然后呢 认同 然后呢 其实它在产生的时候 当下就又变化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看这样的一个觉受 我们认为说 这个叫做爱 然后变成爱这个概念 进入我们的脑袋 我们就记在那个地方 有没有 然后呢 所以呢 本来是三十年前 才有过的经验 有没有 那初次见面 有没有 那叫做什么 电到 对不对 电到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看那个经验呢 就在你的脑袋里面 那你就想 这个赞 有没有 然后看起来很可爱 有没有 然后反正我就要娶她 我就要嫁她 有没有 但其实那个经验 已经不是你在想的经验了 那是你的想 而不是当下的经验 但是我们会因为这个想 有没有 好 就把他包了 有没有 所以就结婚了 对不对 因为奇怪 结婚现在怎么不到三天 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你会一直 心里头一直会 把原本的 第一次觉得 两情相悦的那种 美好的那种觉受 你跟我说那种 那种爱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一直记在脑袋里面 然后要一直跟现实比较 有没有 怎么不是这样了呢 他怎么不是 常常约我去看电影 然后买花给我呢 怎么老是这样呢 怎么老是你怎么没扫地 你怎么没洗碗 你煮菜怎么这么难吃 有没有 一直对比 有没有 所以你是活在概念里面 我们的生命的悲剧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整本字典 我再讲彻底一点 整本字典就是你的脑袋 你看里头那些字 我们都活在这些 我们活在字典里面 有没有 你看我们 我们活在字典里面 这个是善 因为某这样的行为 叫做善 字典里面说的 因为说这是老师说的 然后或者爸爸教的 但是到最后都怎么样 最后的那个参考书 有没有 就是字典 这个叫做善 这样定义的行为 叫做善 所以你看你活在你的脑袋里头 这样善的概念 如果别人的行为 不符合你定义 你的概念里头的 那个状态有没有 你就会称为他是恶 那一称为他是恶的时候 你看你恶 所以出到这个境界 你认为他是恶 这是想而已 马上升起你的情绪反应 你会抗拒这个恶 所以你看那个苦受升起 行会升起 冲动会升起 这样看到吗 我们就是活在字典里面的世界 而不是活在真正实相里面的世界 这样吗 有没有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 那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参透了 就很容易事情就会很清楚了 所以把这个脑袋里头的这种 概念化的这种特性 然后这种机制 自觉性的 它变成怎么样呢 它是一种工具 很好用的工具 比如说沟通的需要 有没有 就像说我们要学会开车 有没有 那你要学会开车之前 他通常给你一边怎么样开车的那些 那些技术指导 有没有 就像我们这种电脑白痴 如果开始要学电脑 对一定要怎么样 按这个键叫开机 怎么样 有没有 你一定要那个手册 那是方便在运用那个工具 那所以事实上我们的大脑的运作 它怎么来的呢 那天那个隋佛师傅讲的 这个是人类 人类学研究的定论 是基于人类在生存上面的需要 所以他会不自觉的怎么样 做分类 归纳 不然他到时候 很难说 很难处理 你看就像说 我们如果 有没有 不会分类 把佛像 跟麦克风分不清楚 比如说 你会发现什么一件事情 会天下大乱 那叫做什么呢 失序 我们这样讲是开玩笑 对不对 失序的时候是很麻烦 比如说你看 在原始人的那样的生活里面 他一定要看到什么 他要做很多分类 什么样的状况是好天气 这样的天气 下去之后会变什么样子 他生存上面非常虚 看他要去找水 什么样的线索 他什么样的状态 他就能够找到水源 然后呢 比如说 那他要随时生活 在这种危险的环境里面 他要随时知道 什么样的工具 是可以运用的 碰到什么样的危险的时候 他可以躲到哪边去 这样意思是什么 你如果进前 都逢的逢的 你把那个 比如说 你不知道说 这个 如果 遇到那个凶猛的野兽 是需要拿比较长的木棍 你才能够去防御 那你把长的木棍 跟那个面条 没有分类 那狮子冲来的时候 你拿面条 有用吗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他是在整个 生存的过程当中 因缘与生存的需要 所以他必须要对这整个 大自然的环境 有没有 不断地做分类 然后他要在这里头 分类出什么 哪些状况是对我会有利的 哪些状况对我是不利的 而且他要再进一步分类 哪些工具对我是有利的 哪些工具呢 是可以不需要的 在什么样的时候 要运用什么样的工具 有没有 然后再来 哪些种子 有没有 哪些种子 什么样的菜 是在什么样的食节里头 在种的 有没有 他随时要在你分类的 那是因运与生存上面的需要 然后会再来 你看 透过他的生命纪念 他又会再分类 那堵到这种人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雄后的下马 就好像看到一只狮子 他就准备做回应 有没有 那他的回应不是在当下 是在他原本过去的经验概念系统里头 所设定的分类 有没有 所以我们人 其实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时候 绝大多数的时候 都活在这种概念世界里面 有没有 都活在概念世界里面 那我现在再讲进去 你看你这些概念世界里头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情绪 也是不断地被分类 这样的状态叫热受 这样的状态叫忧愁 这样的状态叫悲伤 这样的状态叫喜受 但是其实你曾经经验过 但是你经验过的东西 就变成你的概念 所以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常常在想去经验那种 你喜欢的那种觉受 然后如果呢 再去经验到了 你看你就又有更高兴的 那种情绪升起 那如果你经验到的是 你概念里头 你原本经验过的 不喜欢的觉受 有没有 你看你会抗拒 真心会起 有没有 这样的状态 所以你没有 等于说到最后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你的大脑 我们的脑呢 会变成我们生命经验的 一个过滤器 所以变成不是真正活在生命经验里面 是指我们的经验都被我们的大脑给抬鬼 所以都是活在我们的概念系统里面 然后在这个概念系统里面呢 你会发现它很多东西 有一斤高闭棒 这样的事情才有价值嘛 这样的事情没有价值嘛 价值没有价值 你看都是你的概念 但是你的概念呢 它会影响你实际上面的经验的发生 你会做选择 会做诠释 有没有 那随时在 又回过头来影响你的情绪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一般人 这样看到吗 我们一般人真的就是活在一本字典里面 所以那个字典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那是一个概念构组虚构起来的那种世界而已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 所以在这样不断分类 不断概念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构组起来的世界 谁在构组的 我啊 你就以为有一个我啊 有没有 所以你看到没有 就变成有一个我 跟着你构组起来的这个概念的这个世界里头 你看 这个是我 那个是世界 二元对立出来了 有没有 所以你自己呢 等于说我们这个自我意识呢 它事实上是不自觉的 从它怎么样 不断在对世界做分类跟概念化的过程上 就怎么样 自我疏离了 知道这个意思吗 从十项里头疏离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 听到没有 这就是 这个就是很深的东西 这个叫做亚当为什么会被逐出乐园 知道吗 这样看到没有 一定失去乐园的 因为你没 整个世界是怎么样 实际在发生的状况 它没有办法配合你的概念 没有办法配合你的概念底下所形成的好物 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你的热源就消失了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因为它不再是活在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流动里面了 它活在的是 活着的是用它所虚构起来的概念系统 挡在真实的世界前面 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 就变成说好像我们用一种 带着这个眼镜 而且是怎么样呢 深度的 黑色的眼镜 然后呢 想要看到阳光一样 想清楚 戴着深度的墨镜 然后想要看到阳光 知道吗 你除非把这个墨镜拿掉 不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都会不安 因为你在黑暗的世界里面 没有办法看到光 那因为没有办法看到光 有没有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 就出问题了 你在这样的自我意识的这 的这种状态 其实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根本的不安 所以这就是一种存在性的焦虑 你如果说对天下来说 这就是存在性的焦虑 所以那你在这种焦虑当中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自我消融 所以怎么样 那找一个人来信 找上帝 有没有 那不然就像我们现在 那个很多朋友这样 那至少要怎么样 知道痛苦 但是那好像透过 佛法的这个系统里面 开悟了之后 就可以没有痛苦 有没有 就可以停止那个不安 所以怎么样 找开悟 想怎么那个 这个比就会开悟 那个比就会开悟 有没有 然后就去找 就像2500年前的 戏达多一样 他原本就是活在他的概念世界里面 所以他痛苦不安 那他因为他痛苦不安 所以去修学 然后去找寻 有没有 生命的究竟的出路 然后后来他终于发现 那所以才留下这 我们说在阿含经里头的这种 他觉悟之后的这些种种的教法 好 那我们先回到那个地方 我刚讲了 西方的哲学 他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这个自我意识的这个盲点 所以以前跟大家讲说 我把六七百本 哲学的书都送人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问题在哪时候就解决了呢 在读杂阿含经的时候 有一篇经文 阿难跟他的那些同修说 那个好像是富罗纳嘛 教他说 在六根促进的时候呢 会怎么样 生法既是我 那我们用很简单的话来讲 就变成这样 在生命经验产生的时候呢 你不自觉地就会产生自我意识 所以眼睛在看的时候呢 你会怎么样 以为我在看 耳朵在听的时候 你会以为我在听 鼻子在闻的时候呢 你会以为我在闻 其实所谓的这个自我意识 它是这样发生的 但是我们如果在这里头 再做更理性一点的分析 你就要发现一件事情 那如果没有根促成 没有事三者不合合处 没有这个生命经验生起 没有生命经验生起 会不会有自我意识 会不会 没有生命经验生起 会不会有自我意识 你看不敢点头 其实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有生命经验不断地在发生 这是我们会经验到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生命经验 就不会有这些 没有这个自我意识 你也准备感到不合处三千 但是我们像再进一步 再去看这整个生命经验 有啊 有生命经验才发生 但是呢 真的没有我 是不是这个样子 像你知道那个六根六禅六四 这个意思吗 所以它不断地在发生的 这种生命经验之流 确实是有的 但是呢 一般人会在生命的经验 发生的时候 它就直接在当下产生自我意识 所以马上它会怎么样呢 它跟这个世界它是分裂的疏离的 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根本的问题 所以它就会在一种 没有办法确除的 挥之不去的那种存在性的不安里面 那这个自我呢 在康德叫统绝 就是德国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 你们大家知道吗 在一个康德叫做统绝 那昨天 那个之前那个星期二 那个水佛法师 他说在这种 对于经验的发生的当下里头 一种综合统一 有没有 那个协调 那个叫做我 那这在超越心理学 或者在现象学里头 就叫做transcendental ego 超越于经验之外的 超越经验的自我 这样你们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吗 人类文明里头的盲点 就在这个地方 没有在经验以外 跟经验里面都没有自我 这就是佛陀的智慧 只有经验 没有自我 但是你看这个自我意识 这个自我意识 不是那么容易被拿掉的 有没有 因为你没有认知到 你如果没有真正去 动策这个生命的实相 你会一直活在自我意识所 衍生出来的这种幻影里面 所以就会怎么样呢 会变成说 你构设出来的 你曾经经验过之后 构设出来的这个概念肩下 这个概念系统 活在这个概念系统里面 然后会怎么样呢 找不断地 跟过去的经验相容 而且会带来快乐的 那如果你在找的经验呢 跟过去的经验 跟过去快乐的经验 是不相容的 有没有 你看你会排斥 你会痛苦 所以整个生命经验 会变成怎么样呢 会陷入一种 很深的无明里面 然后呢 怎么样 完全不自觉的 在避苦 趋乐 一直在排去痛 排斥痛苦 一直在找寻 像那个苍蝇一样 一直要去找寻 明明经经 要找寻那个快乐 而那个快乐是什么呢 和我们曾经想过的 或者曾经经验过的 那种经验 那种记忆而已 知道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思想概念的幻影底下 不断在进行一种 避苦趋乐的 无明的活动 那你看你不断地 在避苦趋乐 所以你看你会有 不断的那个冲力 不断的那个冲力 不断的在升起 不管是抗拒 抗拒现在的 或者在追逐未来的 那个就是一种 生命无明的冲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看什么 你的生命经验 就会被你这股 不自觉的 无明的趋力 怎么样 做一个很大部分的决定 已经有几大趋力 这叫做流向 你得对这个洪洪 对这个洪洪 有些人的经验 比如说他 透过他的生命经验 比如说 绘画可以让他带来 很大的那种喜悦 那他就往这方面去追逐 有些人每天看着 红色跟绿色的数字 他会带来他的快乐 虽然常常会 绿的满眼 但是他曾经有过 满盘红的那种经验 所以他还是会在追 男女之间也是这样 生命经验他就这样 所以在这种无明底下 对于曾经有过的 生命经验 的这种爱欲跟直取 他就不断地 这样看到吗 不断地在形成 我们的业力跟业报 是不是这样 看清楚 然后透过这样的过程 所以他就不断怎么样 制造我们的 此事的这种业力跟业报 那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会产生 所谓的制造此事的 业力跟业报 就等于说 不断地透过那样的一个方向 那种流向 形成那样的五音声 这个感觉 形成无同样的生性状态 比如说 你看现在如果 现在股票是9点到11点 你注意去观察一下 常常在那个时间 很忙的那些人 所谓的股票族 他们有一个特性 就好像 股票族有特性 就像 黑社会的人 会有黑社会的特性 学佛的人 会有学佛人的那种 某种特性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样可以看出来吗 生死轮回没那么复杂 看到没有 那是你对于自己的 生命经验的那种 不如实之 所以不断活在过去 自己过去的生命经验里面 所形成的一种 无名爱曲的这种冲力 他又会不断的制造 你的生命经验 那在这个生命经验 就是叫做 十八戒 眼耳鼻舌 生意根 色身相畏处法 六成镜 生起六四 然后原生受想师 就是你的五受音 所以要真的了解这一点 你就会知道 生死轮回是怎么一回事 那你看 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对生死轮回 会有什么本事呢 你没有办法驾驭它 你一般我们说 连在这种人生境界里面 有没有 都会变成被那个界 这就是佛陀里头 佛陀原始方法里头讲的界 那个界 那个境界 那个境界 你就淹没在那个境界里面 成为那个境界 跟那个境界被引申出 去经验那个境界 对不对 然后又在那个境界当中 形成你的整个身心状态 其实轮回就在这里 先知的轮回就已经在这边 所谓的六道 或者说所谓的五道 就是在这里的病 是这样 这样清楚吗 所以这就是 因为我们不断的 不自觉的活在这种 自我所构设出来的 事实上是虚构的 一个概念系统里面 所以就没有办法放下 没有办法超越 那种存在性的不安 所以这就是什么 因为活在无名里面 所以那你如果说 如死 这个如死其实很简单 那一般是不如死 比较困难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如死是很简单的 如来是很简单的 不如来反而很困难 但是我们一般不是 活在如来境界 我们是活在不如来的境界 什么 因为我们活在概念的世界 我们不是活在如来的世界 你如果活在如来的世界 它很多事情就很简单了 什么叫做如来呢 你看一切原生 没有办法止息 而且这个原生呢 就像我们说那个随佛师傅 讲的这个样子 它是全面的 多面的 而且它在升起的当下里头 全部都改变了 实相是这样 你看 你看不到一滴河水的 你看不到一滴河水 你看不到 没有一滴河水 只有整体的流动 有没有 只有整体的流动 那你如果对这件事情不如实之 那就活在自己的概念系统里面 所以就会不断地 以这个自我意识的强烈的词取 要全世界来配合我们 有没有 你要稍微给我们寻一下 对吧 小孩要听我们一下 然后公司的同事 至少对我们要客气一点 老板要怎么样一点 如果不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没有 你看 你看到没有 你看你活在一个概念的世界里面 结果要活生生的 不断在变化的这些 这个世界 来配合你概念上面的需要 如果 我们说那个 好像那个 那个好运气的话 对不对 合一就高兴 那常常 不是很合一 有没有 你看你就在这边受苦 那你又会发现一件事情 好像在合一的当下 事情就又变去了 不是吗 当你在感觉快乐的时候 快乐已经在消息了 当你在感觉快乐的时候 你的老板他可能又 已经又想到其他的事情 搞不好又变脸了 不是这样 你看整个 它是一个 复杂全面 而且是多层次的一个 缘起而原生的现象 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件事情 你看 哪里会开悟 你哪里会开悟 不可能开悟 你不了解这件事情 就是活在自我意识里面 而自我意识是一个虚构的概念 那怎么会开悟 那你如果心灵里面 真的看到这件事情 有没有 知道怎么样的 有经验在发生 而这个经验 它是随着根层式和和处而升起的 受想师不断地流动 而不断地再去对于受想师 不断地 这些经验不断地觉察 不断地原生 不断地变化 里里外外都是这个样子 你看你真的看到了 你看你那个自我意识 那个自我意识 它就没有存在的条件 它就继续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就叫做破无明 无明就破了 因为心就看到那个实相了 是这样 对不对 那你看 那你心看到这样的实相了 这就是开悟了 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 你以为是什么 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那本书有没有 为什么在佛陀讲法的时候 那么多人听他当下讲一次法 他就得法眼 误入 甚至当下正得出国许多法 美国就在这 美国就是这 我们那个开始上课 应该要谢谢大家了 这种不好的天气 他在这边分享这个佛法 这样 这样可以分出来 活在概念里面 跟活在实相里面的差别吗 那刚刚那个同学 他说他以前在禅修 然后就会想说 让自己好像比较静下来 几乎都没有念头的状态 在气球那个境界 有啦 有那种方法 我们说那就是修子禅的方法 但是我们刚刚 你看你如果 对我刚刚跟大家 那个报告的 分享的那种经验 你看你如果深入去感觉 生命的实相 是随着六根 处六层进 六四升起 而不断地受想 是升起的这种 原生而流动的过程 实相它一直是这样在发生 那我可能 我可能 说我 避开这样的状态 然后呢 让整个心呢 比如说 其他的五根都不动 不去处 我们修子禅就这样修嘛 你透过一个固定的所缘 让你的心意识 不断地缘那个所缘 有没有 然后让你的心就这样 一直安静下来 在那个所缘上面 就像什么意思呢 这边点一根蜡烛 点上去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把所有可能的 吹来的风都 割掉 让它呢 有没有 就这样 就这样 所以它才有办法这样 笔直地这样继续燃烧下去 但是 那是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要有那个罩子 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要呢 耳根 有没有 不去听 眼睛不去看 有没有 身体呢 也不去处 或者说有在看 有在处呢 你就不要去觉知它 你所把你所有的心思呢 都放在你的所缘上面 但是你看呢 你能多久 能多久 能多久 我现在要讲说 不是说这个不好 你看 所以它在培育的是什么呢 原本我们很散乱的心 对不对 借有一个固定的所缘 让心怎么样 能够慢慢慢慢慢慢 起止下来 安静下来 那其实在佛法里头 佛陀也说 这件事情是要做的 什么意思呢 让心呢 远离克服五概的那种扰动 你看你这个时候 你看你心静下来 没有贪心 没有那贪心的扰动 对 没有称心的扰动 心有力 也不会昏沉 那也不会那边妄想掉举 对 那心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稳定的状态 要干什么呢 你不是说要这样 那你这样要干什么 好 是没有错 大家一般人都这样想 没有错 但是你看 你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能悟吗 在佛陀里头是这样说 你克服五概之后 要怎么样 住室念住修七觉知 所以你等于远离了心 心的这种扰动之后 在一个一心的状态 就是你心很稳定 那你怎么样呢 你就要观察 观察生命经验发生的实相 因为生命经验就是身心经验 身心经验在佛法里头 训练出报答分成四大类 深受心法 那这个深受心法 在那个中阿含经里头 有比较 比较 比较割裂式的那种解释 那如果直接讲 我觉得那个随佛师傅讲的 会比较正确 观察这个深的现象的发生 其实这个深就是包含着 我们刚刚讲的 根层式合合处的这个现象 六根处的这种现象 所以你心安定下来之后 你会观察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就像我们刚刚运作的那个样子 你可以观察 你耳式的现象怎么样在生起 鼻式的现象怎么样在生起 那这些六根的现象生起 你内在的精神活动 它怎么样在生起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是让你的心安静下来之后 你观察 这就是在佛法里头讲的 极尽禅师 所以极尽禅师 不是在那边坐着 什么都不是这样 但是你心极尽 心一心的时候 心极止下来 然后以这种一心的这种定力 静静地观察 在六根开放的状态 观察实际在发生的生命经验 这样你不才会开架 没有在那边怎么开架 那所以你就观察到什么呢 整个 整个的生命经验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样子 都一定是 根 尘 是 合合 处 然后处之后生受想师 受想师之后 觉察到之后 又会对这个受想师产生反应 然后不断地 像那个风火轮这样 不断地在流转 不断地这样在流转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所有生命经验的发生 它一定是怎么样 要有因缘的 有因有缘 也就是都在 我们说语言概念 怎样说一定的条件 但是一定是比较难说的 就是那个 其实因为没有一定 一切都是uncertainty 有没有 所以那个20世纪有个 有个后来的 那个非常重要的 那个科学上面的发现 叫做测不准 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他发明了一条原理 叫做测不准原理 那刚讲的那个 process is the reality 这个就是在这样 几乎是同时间里头 形成的这种科学哲学的观念 那等好那回来 那什么意思呢 所以等说你心安静下来 就让心在没有扰动的状态里头 直接用你的心眼 不是永烈吧 就是用你的心眼 直接去领悟 直接去觉知 当下生命的发生的 实际的状态 所以你就看到 这个看到是心的看到 一切的发生 都是原生的 而原生的当下 它就真的就破坏掉了 然后又有新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在产生 新的状态产生 又破坏了它原本的那个条件 六根 六成 六四 它就是不断的这样在变化 不断的这样在变化 所以一切都是原生 无常 不断败坏 因此它怎么样 无我 无我所 你看 这就叫做很清楚的 如实照见到 生命流转的这种实相 生命实相是这样 好 那刚刚那个 施小姐问一个问题 那之后怎么禅修呢 其实我也可以问你们 那怎么禅修 就这样禅修 你如实 借由你 如实的这样的一种经验 在心灵上面 产生这样的真知 拙见 确认的生命经验 都是一种原生 然后 无常 无我的这种现象 所以就出现了 你只要 你看 你只要建立的这种政见 因此自觉性的 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随时保持正知正念 所以这个正知正念 就像你怎么样 就像你原本在 心静下来之后 带着觉知 在观察你六根促进的 这样发生的这个状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带着觉察力 在经验你的人生 经验你人生里面的经验 去看透它 就好像你在禅师一样 看到它怎么样 你就会看到 这都是无常真美的 它都是原生的 所以它是无常的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很清楚啊 你如果对于 当下的这样的一个 原生无常而无我的境界 产生抗拒 就是自找麻烦 有没有 因为苦受会生起 那你如果对于这样的境界 不自觉地投射了你的喜滩 有没有 也是自找麻烦 因为境界马上就变去 有没有 所以你就会有那种 若有所思 那种寂寞 那种失落感 那种虚无感 那你如果对当下的境界 不如实之 有没有 那你也没有办法 你也没有办法活得自在 这样看到吗 所以在六根促进的当下 自觉性地保持正知正念 如实观察境界的发生 里里外外 我说里里外外就是 比如说你听到声音 然后呢 知道你听到这个声音 想法生起 情绪生起 冲动生起 你都要如实在觉察 那你如果能够保持在这样的状态 就像你在禅师 在禅修那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会怎么样呢 你就会做一件事情 所以佛陀为什么讲说 修佛法那么简单 见贪真识 离贪真识 就是这样来的 有没有 看到自己的贪欲染灼生起 你会怎么样 你会 就会自觉性地离断它 因为你会知道说 那个贪 是 我们不能说没有意义 你会说它不太有意义 它带来的满足感呢 一下子 会有 但是呢 你如果心灵里面 去测见这个生命实相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贪也是自讨苦吃 抗拒也是自讨苦吃 称心起也是自讨苦吃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 住着在任何境界 心只要有任何住着 都一定是苦 因为住着是概念 你要去住着 那是概念 那个是梦想 但是实际在发生的是 你根本 实际在发生的是 无助的现象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从心灵里面 彻底造见这个 原生 无常 苦无我的实相 有没有 那你就知道怎么禅修了 这就是禅修不是吗 所以它会变成怎么样 它不会锁在一个固定的 比如说 这吃饭 我来地下饰 有没有 它就比较不需要这个样子 如果功力慢慢够了 有没有 就说如果没有 还没有正见这个缘起的时候 可能需要 为什么 因为它会随着境界而流转 那你如果正见了这个 缘起 缘生的这种实相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只要保持对当下境界的 如实之 然后呢 什么叫做对当下境界的 如实之呢 塑进之后所形成内在的 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实之 你就能够怎么样 正念 这叫正念去除 然后怎么样呢 调伏 这叫做责法 选择 让你的心 服应这个实相 这样的一种 一种状态 所以你就会自然而然 见贪生吃 离贪生吃 那你见贪生吃 离贪生吃 你看你就能够在境界当中 有一个平稳 比较祥和的心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平稳而祥和的心 其实就是变成怎么样呢 在境界当中 那就是我们说 一般世间讲 叫做心灵的稳定度 你如果在佛法里头 依因缘于正见当下的这种原生 所以正念去除 然后依这个正念 当下的所知所见 选择适当的对峙 适当的处理 回应 这个叫责法 然后呢 所以你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 然后依寻于 对于当下实相的这种如实之 比如说 有一回那个妇罗那 问佛陀说 什么叫做献剑法 那佛陀跟他这样讲 六根 等于说六根出到这个六层 你如果有知道贪心生起 觉知贪 那你知道六根出六层 无贪的时候 觉知无贪 所以等于透过对于生命实相 就是这个原起原生的这个实相 所建立起来的正见 落实在你的六根出境当中 保持正知正念 有没有 然后呢 责法 选择调伏 或者直接去横断 直接超越 然后心呢 等于说责法 然后去精进 然后自然而然怎么样 你看你就内在就有一种 没有扰动的 没有苦的 比较平稳的那种喜悦的感觉 它就会升起来 身心上面呢 自然你看 它没有抗拒 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那种脑热 就会游喜有乐 然后心灵稳定 这就是最浅的那一个 我说最浅的 我们容易去体会到 其实这就是七觉知的修法 就是七觉知 那你看你心灵在这样的 稳定的状态里头 你看你舍断的是什么呢 舍断的就是对于六根六成 或者升起的这些受想是 觉想相续的现象有没有 你看你放下来 放下来就这个意思 你放下来 就是你不对你当下的经验 有任何的粘着跟执着 所以心平衡舍心住 这就是七觉知的修法 你看那这就是禅修 这就是禅修 所以你如果说懂得 就是说我们在原始佛法里头 透过建立起生命的 实相的这种了知 叫做得正见 得正见之后 依据这个正见 在六根促进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学习 见贪嗔痴 离贪嗔痴 他自然而然就会不断地生进 他自然而然就会不断生进 就像说佛陀有在一篇经文里头 叫做无上修根的经文 他说有学修根跟无学修根 那有的是还没有建法 有学修根算是建法 也就是刚讲 像你已经正见缘起之后 那就会怎么样呢 你看 你的心灵里面 对于这个生命的实相 什么样的实相呢 人生 无常 不断败坏 它是无我的 这对你的心灵来讲 已经是一个真理了 你不能说佛陀说的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你也不能说这是随佛法师说的 你要说是你自己说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是你的心 我们一般用世间话就裂心 你真的确认到说 这个生命 生命的现象 它就是身心现象 而身心现象呢 其实它就是因缘于 六根六臣六四合合处 生起的这些身心流转的现象 所以它是怎么样呢 不断的随因缘生 不断的随因缘灭 因此呢 你心里头产生一种 很特殊的一种了悟 悟到什么呢 凡有抓取必带来痛苦烦恼 对不对 那所以那你 你看你的智慧就产生 其实这就叫做现观世圣地 现正 知道它是一个 不断缘生的过程 这个叫做苦地 因为它原生 无常 败坏 所以佛陀在世圣地里头 它后面生老病死 愿真会 爱卑里 所求不得 它总结叫什么 五因次然 身心像火一样 一直在燃烧 所以这个叫 建苦 所以那你如果真正看到说 生命呢 它是一个身心 不断燃烧的过程 所以呢 如果对这个现象 不如实施 就会不断地带来 生命里头的 忧悲恼苦 有没有 这个叫做苦急 因为无名 不如实之见 生命的实相 所以呢 不断地对于 不断燃烧的 这种生命经验呢 你没有如实之见 所以呢 你会产生贪爱 所以就会苦急 对你来讲 这件事情 你如果很确定 那你就很清楚了 所以你如果要过一种 快乐而喜悦的成分 比较高 有没有 或者我们说 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人生 你就怎么样呢 常常对于当下发生的境界 保持一种 比较接近实相的认知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呢 就不会那见头 见头就是无名 有没有 无名才有见头 所以就不会那么无名 然后呢 因为你不会那么无名 甚至没有无名 所以你的贪欲跟直取 不会那么重 不会那么强 甚至没有贪欲跟直取 有没有 所以痛苦烦恼 就可以减得很低 降得很低 有没有 那这个叫做怎么样 你如实体会到 有没有 痛苦烦恼 可以减低的这种 因缘跟状态 苦灭 所以就自觉性的 有没有 就修道了 这就是修道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在六根促进 生命经验 在发生的过程当中 保持对于这个 生命经验的实相的 如实之 证见 依这个证见 然后你看 你当下正思维 有没有 因为为什么要正思维呢 你已经有这种原生 无常 苦 无我的这种证见 所以自己心里头很清楚 凡是对发生的 当下的事项 人事物 如果有任何的抓取 或者抗拒 都只不过是怎么样 自讨苦 自寻烦恼 有没有 所以正思维的意思就是 你就会自觉性的 在当下造见这样的事情 然后怎么样 导向于 有没有 佛法的 阿汉经里头 之前叫做导向于 无贪 无参 无吃 为什么 导向于 苦灭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导向 正确的导向 有没有 那你就因缘于 这样的正见 这样的生命的方向 那就会怎么样呢 我们就不会乱说话 有没有 不会故意去骗人 不会讲那个没有意义的话 所以就会修正语 然后懂得端正自己的行为 端正自己的生活 然后随时在六根促进的当下 有没有 保持正念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正念 然后纵使想要努力修行 也修不来 因为陷入愚痴的状态 贪心的状态 你不如实之 有没有 你会在地尬 所以你就会很自觉性的 想要在你的六根促进的 这些过程 就是你生命经验的过程 带着什么 带着觉知 多一份觉醒 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就很清楚了 带着这一份觉知 这份觉醒 活在生命的实相里面 让自己 少掉很多的 不必要的痛苦烦恼 有没有 也可以让别人 少掉很多 不必要的痛苦跟烦恼 有没有 至少呢 你会很自觉的 不想要去增加别人的痛苦跟烦恼 这是很至少的 然后再更至少一点的 当别人有痛苦烦恼 生起了 你至少 可以不会因为别人的痛苦烦恼 再去隐生你的痛苦烦恼 因为你会发现什么 这都会对你来讲 会变得非常的愚痴 所以你看你的生活就有 它的特殊的心灵的稳定度 这个就叫做正定 阴隐与正见 所以你对六根促进的当下 有这种正念 有这种觉察力 所以懂得见贪生吃 离贪生吃 因此心灵稳定度一直在增上 所以佛陀说 有一种在叫做 比如说还没有正阿罗汉之前 这叫做有学修根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彻底完全 那种在六根促进 完全的这种不放异 然后都保持在这种 舍心住的这种状态 但是你会怎么样呢 他说就像说 比如说大力士 他看到自己有这些 不下单的起今动念生起 然后就像这样而已 大力士呢 我是那个手背有点痠痛 五十肩 所以我举没有办法 像大力士那么快 他就这样 就像他举手伸手就这样 就把那个贪生吃灭掉了 虽然有贪生吃 但是就像大力士一样 举手之间就把 他就好像把那个手伸上来 然后这样贪生吃就灭了 或者像怎么样呢 像那个我们把唾液 吐到那个烧红的铁块上面 吐上去 马上被蒸发 那为什么 这样知道为什么呢 这不是坐在那边坐来的 你有没有发现 不是这样来的 是因为他的心灵里头 透过极尽的蚕丝 产生了一种对生命实相 了悟的智慧 因为一切都是原生 有没有 无常 不断在败坏 这个在佛法里头叫做苦 因为无常苦 所以他怎么样 很清楚 无我 所以也无我所 那你就会 在这里头 他会产生一种 我说一种特别的东西产生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所有的痛苦烦恼 都是多余的 而且所有的痛苦烦恼 都是制造的 对不对 所以就怎么样 知道说一切都是 没有办法留住的 我们用的是比较 比较轻松的字眼 其实这个就叫做无助 这个叫做无助 在金刚经理头 不是说无助生心吗 我那天不是跟你讲吗 如果没有原始佛法的基础 无助生心 我跟你说骗人的 不可能 无助生心什么意思呢 你看你第一个要看到 无可助 一切都原生 你要助什么 如果你不如实施这件事情 你说你会无助 骗人的 对不对 这第一件事情 没有证件不可能无助 第二个没有彻底的羞耻 你也不可能无助 因为你 我们本身有 等于说你在 现在就直接这样讲 在六根促进的那个当下 如果没有证件当下的 原始原生的这种实相 有没有 你会驻扎 一定会驻扎 或贪心称奇 或称心称奇 所以得了证件之后 又怎么样 你看要修行 要不断的在六根促进的过程当中 像佛陀讲的 注 试念处 有没有 修 奇觉之 然后呢 你就能够怎么样呢 心随时舍断 有没有 就是无助 心就能够随时无助 所以心能够怎么样呢 通达 明解脱 得阿诺多罗 三秒 三菩提 这个叫禅修 这个叫禅修 所以我再讲一次 不是说 让心呢 先就像你刚刚讲 先放下万元 然后比如说 静静的观呼吸 这样有什么不好 这是很好的 就是让心呢 收舍稳定下来 但是就像佛陀讲的 克服那种 让心力衰弱的五概 然后呢 注 你才能够在 六根促进的当下里头 如实觉知到 身心现象 怎么样在发生的 那种实相 所以才能够注 试念处 然后呢 所以你注试念处 才有办法怎么样 满足七觉之 不然你不知道 是一个发生的 是什么 所以七觉之的 第一个觉之 就叫做正念 那其实正念 就是试念处 正念当下 那当下是什么 当下是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用 当下这两个字 当下是一个概念 当下呢 用这样的概念讲 你没有办法知道 当下是你要 直接用心灵去照见 当下就会像 阿江茶讲的那样 静止的流水 那所以当我们的心 没有活在这个 当下的时候呢 你就大概都会 活在概念里面 就说你没有 没有活在 如实照见 原生原昧的 这样的一个 实际在发生的 这种历程 它会这样 所以我们的习气 会在这种 无明思念当中 它就会带出来 但是你已经有了 这种证件了 对不对 所以当它一升起的时候 你会觉知到 就是你如果 有在修学试念中 你会觉知到 那你会看到它什么 你会看到说 这种攀缘 这种抓取 是毫无意义的 而且只不过是 增长自己跟别人 这种生命的苦恼而已 所以你会自觉性的 就舍断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建立起政界 然后你自己在 才有办法怎么样 会很清楚 所以真的有那种解脱者 像佛陀那样 像那些阿罗汉那样 你的心里头 就会很确定 所以请我就常常讲 一定要见法 才有办法见佛 没有见法 不如实自见 四圣地 不可能真正对佛 产生亲近心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会想说 佛祖是那个 不是 佛祖不是那个 你总是说 那些也不是佛祖 那些是一个色身 不断败坏的色身 那也不是佛 你没有办法真正见到佛 因为你看不到真理 佛的心是这种心 你的心没有办法 跟佛陀的心运心 所以没有见佛 那你如果真正见法了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佛陀就是见原生 然后不断地在生活上面 见贪嗔痴 离贪嗔痴 所以他正得 就近解脱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苦完全其媚 那你就了解了 所以你看你见法了 就会见佛 就会知道什么是佛 那你看你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说 所以我如果 我是我们这个世间的用语 要让我的痛苦烦恼 有没有 逐次降低 甚至到最后完全其媚 我就是因依这样的一种证见 依这样的一种 生命发生的这种实相 这种原生的证见 缘起的证见 然后随时在六根促进的当下 保持正知正念 学习见贪真知 离贪真知 然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一般在气球的 那种所谓生活上面的 祥和跟自在 它就会一直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里头会越来越清楚 一切都不可助 一切都不可助 所以佛陀说 你就会知道说 对于任何世间 如果有任何取杂 有没有 就会带来痛苦烦恼 取杂就是金刚经里头讲的 住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呢 学习过一种无住的人生 不取杂 就不会去取杂了 这样才有办法 无住身心 这样才有办法 所以无住身心 其实是开悟者 他开始在修学的一个方向 那个基础来自于哪里 要先开悟 那你要看到什么呢 不是突然见光 或者说怎么个样子 其实在原始佛法里头 好像不是这样 不是那种短暂的 那种特殊的生命经验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那些经验 很特殊的那些经验 我也大概都有过很多次 但是就像刚刚我讲的 跟那位小姐讲的 你纵使在那样的经验底下 你不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因 什么样的缘发生的 那好了 那你原本 比如说我原本在那个 我们住在杨明山 在樱花树下 状态非常好 对 那突然要 那个时间到了 要跑去 跑去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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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午饭 那跑去吃午饭的 那个过程 突然一直野狗冲出来 然后甚至要咬你 你那个好像开悟的状态 就不见了 知道吗 就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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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